课程查询系统操作介绍 首先先进入到正大首页 在相关连结中点选全校课程查询便可进入查询系统 查询系统的使用方法有三 第一个是简易查询 可以直接在搜寻栏里面搜寻关键字 所有看得到的关键字都可以打 通常可以用在直接搜寻某个老师 或某堂课的名字 空格键及复合式查询 进阶查询则是透过设定的范围内找课 例如授课语言 上课星期 上课时段 以及开课单位 你也可以下载总表 像是PDF档 Excel档 或是ODS档 如果课程查询系统负载过重 无法查询时 可以下载总表查询 记下科目代码之后 直接在选课系统加入选课清单 就可以完成选课咯 或是使用行动政大APP 里面也有课程查询系统哦 接下来进到课程资讯 我们先看页面上 有左而右的资讯列 分别是学年度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教师姓名 学分数 上课时间 以及开课单位 还有备注及易懂资讯 在这边可能会标注 时间地点或是教师的移动 课程类别 分为必修 群修 选修 通试 合同 或是其他选课资讯 这边的必修及群修 选修都是针对本系的学生而言 举例来说 对于气管系的学生 只要是气管系开设的专业课程 在修别上写上必修者 便是这位同学的必修课 填上选修就是选修课咯 然而气管系同学在查询课程时 也会发现会计系许多课程也写上了必修 但实际上不管必修选修 会计系的课程对气管系的学生皆是选修 除非气管系有必修课 是由会计系开课 像是初级会计学一 便是气管系的必修课 但是是由会计系开班授课 而通试课会在标注栏青色的通试类别 可能是自然 社会 人文 资讯 或跨领域通试 跨领域通试 可能同时是自然加人文 那修完之后 可以自己选择要把它当作哪一种 那如果是核心通试的话 则会特别标注成红色 余额的部分则会标注 这堂课是否开放加签 或是地补人数 点进地补人数的时候 可以查看详细的明细 还有其他资讯 像是限制人数 选课人数 余额 总限制人数 外院限制人数 本院非学成限制人数 本学成其他低年级 或是本学期开设年级以上 都会留在这边 而加入追踪清单的选项 则是在开放的期间 可以登入自己的学号 并且把有兴趣的课 加入追踪清单 之后初选或加退选的阶段 进入选课系统 就可以直接从追踪清单里面的课选 会比较方便哦 而更多的选项 我们用一般科目做说明 第一上课教室 而第二个 单学期全学年科目则是说 单学期科目代表只需要修一学期 全学年科目代表需要修两学期 像是政治学 经济学 这种课程量庞大的必修课 常常需要修两学期才可以修完 而修课语言很重要哦 如果英文程度不好 结果选了英文授课 结果可能就会听不懂 接下来是收费 核心通试 远居科目 选课方式则分为一般 移修罐档 上下转档 以及分派 在这边会列上教师专长 以及选课设定 是否开放低年级选修 可否登记加选 可否退选 是否参加地补 是否开放加签 或到辅习生是否需要缴学分费 先修科目设定 以及所属学分学程 教学大纲的部分 这边强烈建议同学 选课之前一定要了解 课程大纲哦 因为教授会把整个学期的课程资讯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还有每周课程进度 和作业要求 平均标准 参考书母等等的资讯 整体在里面 非常重要呢 接下来进到选课系统操作教学 选课系统介面介绍 首先请同学务必使用IE浏览器 进行选课操作 确保功能完整相容 再开启政大首页 在相关连结下点选选课系统 登入后就可以看到选课系统的全貌咯 第一部分 选课登记 这里是我们在选课时的主要操作区 待会会再按照选课的阶段 介绍每个页别的用处 选课清单 出现在选课清单上的课程 代表同学已经选上了课 第一 他们可能是系上灌挡而来 也就是在选课开始前 系上就已经帮你选好的课 第二 他们可能是同学前面阶段选上的课 逮捕登记清单 下面的登记清单 任何新登记的课都会放在这里 登记候选 上面的逮捕清单则是 有选 没选上的课 再加对选 会在这边直接逮捕 如果选上 就会进入选课清单 每选上就会进入地補清单 或落退选清单 或落退选清单 最同学至关重要 凡是初选 第一二阶选课的登记志愿室 加退选的加选登记 以及地補程式 都是在这个页签中完成哦 在两阶段选课完以后 加退选阶段 会把初选第一二阶 有选 但没选上的课都会放在这边 这里会注尽你的地補序号 接下来是追踪清单 这里的追踪清单 就跟刚刚课程查询系统的 追踪清单是一样的 差别只有这里 可以直接从追踪清单 加入选课系统选课 在科目代码里面 连接点进去 会看到更详细的课程 以及其他相关资讯 教师姓名点进去 可以看到这个老师过去上课的评价 例如分数或是文字评价 不过在106学年第二学期之后 如果填达率低于一半 或是分数低于70分的话 就不提供查询哦 而课程状态是给所有人都可以看的资讯 会显示他已经额满 或是还有余额可以选 科目选课状态 则是你自己选课的状态 可能是已选上 落退选 或是递补中带分发 空白就是完全没选 而我的注解可以记录自己对课程的想法 但需要储存设定 下次登入才会看的到哦 删除的部分 如果觉得太多可以删除 但需要储存设定 下次登入也才会看的到 落退选清单 所有选课的课如果没选上 都会在这边详细注明落退选的原因 像是分发落选 冲堂 自行退选 和时间等资讯 课表 课表页签是将已经选上了课 以课表的方式呈现 方便同时透过时间表格更了解选课现况 也可以直接汇出电子档哦 科目余额查询 不过通常我们不会特别用这个系统 直接从课程查询系统查会比较方便 课表查询则会连结到刚刚的课程查询系统 笔熟科目查询 笔熟科目查询 选课日程表 也就是可以看这学期的选课日程 谈讨论